我有看到就是我們這個週末 就是接下來的明天跟後天 現在是星期五 然後六日 六日都有特別到基隆去 今天早上國民黨中央 就針對您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說民進黨秘書長林宥昌 加入罷免謝國良的行列 是為了你之前在當基隆市長的時候的 所謂的五大爛帳當遮羞部 可是我跟你講 網友人家現在很提你 剛剛你一上線之後 很多網友都說 我們永遠的基隆市長 就是林宥昌 其實我覺得兩個部分 第一個 我其實明天跟後天 我在基隆並沒有宣講 我明天是要去桃園 去桃園場 對 因為各個縣市其實都有 所以我會各個縣市都去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在基隆 其實也是 說實在也是有感而發 因為我畢竟當了八年的 這個基隆市長 花了八年的一個心力在基隆 好不容易把基隆 從一個全台灣 施政滿意度調車位 而且當初 基隆市的負債又是全國第三高 只是比苗栗縣跟宜蘭縣好一點 好不容易努力八年 然後我們基隆人的光榮感 還有整個市政 有很大的一個轉變 所以我當然會心疼 這就像自己的小baby一樣 養大的孩子 生出來的孩子 總是不希望被糟蹋了 總會想說怎麼可以 怎麼講崩壞得這麼快嗎 我覺得這其實就是基隆人憤怒 或者是覺得不甘心的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會發動相關的一個行動 我想其實都是其來有志 那其實對於罷免案 我剛剛講過罷免並不是民主的常態 那這個罷免案其實民進黨也都沒有介入 但是民意是必須要被重視的 必須要被重視 那你剛剛特別提到 國民黨他們開這個記者會 只能說他們現在應該是急了啦 你知道現在網路流行急了的手勢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就是你們那個黃捷發明的 急了 急了 對 你要這樣 你要說國民黨就是急了 急了 好我學一招 我學一招 對 那現在就是在有點在搶救 對 所以當然會東扯西扯 不過我想 歇管市長畢竟他已經上了一年半了 對 如果在我以前的話 因為任何的市政其實都有它的困難 那工程也有它的困難 我以前 我以前是我的處長 他是每一個禮拜要去公渡 而且我是要求他要當場解決包商或者是工程單位 或者是設計師的問題 那副市長是兩個禮拜去公渡一次 我市長是一個月去公渡一次 所以小問題小解決大問題就大解決 所以我們不讓那個問題繼續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過去八年 就是可以完成這麼多事情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至於剛剛講的說這些所謂的案子 我想大家可以去檢視 對 這些問題如果在我過去的任期之內 可能兩三個月就把它解決掉 不會拖到現在 不會把自己搞到變成這個真治案的被告對不對 對 那另外像那個成績轉印站 我卸任的時候的工程進度 應該是99%點 不知道點多少 就只剩下不到1% 但是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已經經過了一年半 我本來那個時候 我們預計應該是在去年 應該是去年的四月份 三四月份左右 就應該要這個可以啟用 就算它之前還有很多需要收尾的地方 驗收的一個程序 不過再怎麼拖 應該去年的上半年三四個月 三四月間 其實也應該要能夠啟用 不過也拖到今年的7月1號 下個禮拜吧 下個禮拜才準備要啟用 但你自己用一個前市長的身份 回過頭去看這個謝國良現在現任市長 你覺得他的問題出在哪裡啊 他還說自己是一個快樂的成年人 我想我不好去說什麼 也不好去批評什麼 我想他的所作所為 他現在是市長就尊重他 不過民意老百姓自然會有大家的一個想法 現在好像說這個第二階段連署 因為第二階段連署大概是7月初要交這個連署書到中選會去嘛 那現在就說第二階段連署已經真的已經到了這個最後一里路了 那當然說這一兩個禮拜好像衝刺的特別快 那有人說是因為他多少也承受了一些 現在人民對於想要罷免那些 目前還沒就任滿一年的立委不能罷免 所以把仇恨值全部灌到他身上去了 這個我也不評論 不過因為從報紙上面看起來 對 似乎應該已經接近達標 對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是 就是老百姓去反映他們的一個想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